古代的教育大概分三种 一种是家管 一种是私塾 一种是官学 家管也是私塾的一种 所以大概就是私塾和官学 这样两种 给大家看的这张照片 这是我在国子间 北京的国子间拍的 它有蜡像管 这是国子间的授课情况 两个老师 两个学生 这是清代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私塾都是这样 但是大概差不多 我们看到私塾的教育 跟我们现在的教育不同 我们首先大家注意到的是什么 对 跪着 学生是跪着的 老师是坐着的 现在学生是坐着的 老师是站着的 这一点很西方 还有一点 就是一对一 一对一的教学 我们古代的教学是一对一的 从来 也不能说从来 但是基本上不是说 一对很多 像我们这样的 成批的生产 像商品一样 这是明代的时候 国子间的课程表 我们后面的老师 不一定能看清 我念一下 初一放假 初一放假 初二会讲 初三会讲 初四背书 初五复讲 初六复讲 初七背书 初八会讲 初九背书 初十背书 十一复讲 十二背书 十三背书 十四会讲 十五放假 十六背书 十七背书 十八复讲 十九背书 二十背书 二十一会讲 二十二背书 二十三背书 二十四复讲 二十五会讲 二十六背书 二十七复讲 二十八复讲 二十九背书 三十 不知道是什么 他没写 这是他们的课程表 看了这两个之后 就大概能明白 古代的教育方式 我们中国古代的教育 是什么样子的 以前 应该说一百年来 我们对中国古代的教育 贬低的太低了 我觉得以前我们教育不成功的 然后要彻底推翻教育 然后来做教育改革 就学西方 就这样子 但是一百年的经验 可以跟我们觉得 一百年学了西方 并不是很成功 不用说很成功 我觉得根本就不成功 所以还是回过头来 看一看 我们三千多年来 取得了那么辉煌的 古代文明的成就的教育 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它是不成功的话 它的文明怎么能延续 怎么能够发展的那么好 古代的教育方式 第一个特点 一对一的教学 混年级上课 古代的私塾 少则几个人 多则几十个人 一般很少有 像我们现在的大班 那么五六十个人以上 很少 老师上课的时候 一个一个的叫上来 讲 讲完下去 你自己复习你的 下一个上来 是这么讲 一对一的讲 混年级的 从一年级到多少年级的 都在那 是这样一种上课方式 这种好不好 我也不好说 大家是教育方面的专家 大家去思考这个事情 第二 背诵为主 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 国子坚 这是全国的学校的 最高学府 他的课程表 很标准的 大部分 我算了一下 一半课程都在背书 一半时间都在背书 剩下的时间是会讲和副讲 会讲和副讲 其实还是在背书 只是有些讲解的内容 讲的形式不同 副讲 什么叫副讲 老师不是一对一的 把你叫上来 老师给你讲了吗 副讲就是老师讲完了 你讲一遍 你讲给老师听 叫副讲 什么叫会讲 会讲就是 同年级的学生坐在一起 大家来交流 讨论 就叫会讲 背诵为主 讲解为辅 讲得少 背得多 系统国学教育 什么是系统的国学教育 就是说 古代的教育 它是一整套的系统 都是中国文化 即使有外来的文化 也已经融进了中国文化 所以它的教育 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现在我们的教育 是以西方教育 尤其是美国的教育 为模式发展起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 是一个围绕着西方文化核心的 一个教育系统 最重要的教学方法是吟诵 现在就来说说这个吟诵 有这样一幅对联 风声与声读书声 声声入耳 家世国是天下是 世事关心 东陵党人 无锡 东陵书院 东陵党人的一幅对联 读来让人热血沸腾 我在东陵书院拍的照片 这幅对联 现在挂在中堂 这是顾献成 东陵党人领袖 顾献成撰写的一幅对联 我去那考察过 东陵书院所说的读书声是什么声音 是吟诵的声音 吟诵的声音 他们有记载 他们的课是怎么上的 首先是互相吟诗 然后开始上 就是那个声音 所以才有声声入耳这个感觉 如果是朗诵 大伙一块朗诵 我经常经过一些学校 听到很多孩子一起在那朗诵 白日一山季 黄河入海流 玉穹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我觉得这个声音不入耳 这入耳 不好听的 和风声雨声和大自然的声音在一起 是吧 这样的 窗前明月光 是这样的 是上午大家听到的像橘颂那样的 那些那样的声音 那是跟风声雨声融在一起的 是这个意思 我在东宁书院 看到了一个国学诵读班 我拍了照片 这是国学诵读班 都是小孩子 学龄前的 老先生也很认真的教 但是不是吟诵 是朗诵 还有唱 我看到了他们唱 他们朗诵一段 唱一段 都是小孩 很活泼 但是不会吟诵 这么著名的对联在这里 可是东林的吟诵也失传了 不会他们 连知道都不知道 也是这状态 这位老先生 曾国藩 曾国藩有句话 说君子有三乐 第一乐是什么呢 读书生出今时 飘飘亦远 一乐也 曾国藩 是吧 这人也创下了好大的一番事业 这个人 他说 他的一辈子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银颂 银颂 曾国藩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叫刘大奎 这也是同城派的 刘大奎这样一段话 说神气者 闻之最精处也 闻 最重要的是什么 神气 音节者 闻之稍粗处也 字句者 闻之最粗处也 然与谓论文而至于字句 则文之能是尽矣 说你讲一篇文章 最后你就讲一个字 一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讲这字意 按字面去说它 那就差不多完蛋了 就这意思 他还说过 说 神气 没有地方去找 神气不可见 与音节见之 到哪去找神气 神气抓不住的 到音节中去找 所以要吟诵 这就是同城派提倡的 音声求气之法 同城派为什么那么有名 因为它有它独特的理论 这个理论叫音声求气 什么叫音声求气 就是吟诵它 从中找到感觉 翻译过来 就这意思 今天同城派的吟诵 在我们中国还是传下了几支 在我这采到的 只有一支 就是唐吊 前面上午的时候 放的那个老子 那个就是唐吊 古代的吟诵教学 从盟学开始就吟诵 这个大家已经知道了 大家听到了 三子经百家庆 都是吟诵的 方式是这样的 老师吟诵三遍 外加少量讲解 我问过很多先生 这个吟诵的事情 就很有意思 大江南北 东部西部 这个好像比较统一 大家都是吟诵三遍 就老师上课的时候 比如今天我们讲 他不会说今天我们的 他一对一的 来张三上了 来 今天我跟你讲 李白的敬业思 今天我们的老师 就马上开始讲 李白是什么人 唐代什么 圣唐气象 敬业思是怎么来的 床前明月光 床是什么意思 钱是什么意思 敬是什么意思 夜是什么意思 一个一个讲 他不 老先生上来 今天我们讲敬业思 床前明月光 这就来了 然后一遍 学生跟着 也跟着 床前明月光 然后他第二遍 床前明月光 学生再跟一遍 三遍完了 下去吧 结束了 就是这样的 吟诵以正音识字 这个也是这样的 司书先生 叫上来 我也 有的先生就跟我这么说 说那个上课 先生 把他说 吟完了 吟完了之后 我们这字不认识 就问先生 说这字怎么念 比如说床前明月光 是吧 那个完之后上去问他 说这个先生 床 这字 第一个字 我不认识 他念什么 先生就生气了 他说我不跟你说了 这字念 床前 我告诉你了 他念床前明月光 我不是告诉你了 其实老师会把自己的理解融在吟诵当中 一口气交给学生 学生他通过唱歌这种方式 他很快能记住 他能记住 然后他会慢慢的去消化理解 这是我们古代的一个教育的方式 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会慢慢的体会的 他会慢慢体会 他不会丢失 不会说需要翻笔记 或者是背你那几条 少了一条 他就忘了 没有 他能够唱这个歌就行了 他就完全 他什么都不会忘掉的 从学生这边来说 他的学习的过程是这样的 在吟诵的时候 没有一个学生会跟老师吟诵的一模一样 以后大家教学生吟诵的时候也是这样 吟诵和唱歌不一样 跟西方教育不一样 西方教育是 老师这样 你就得这样 唱歌 我唱的是道瑞咪 如果你唱的是道瑞道 那你就错了 你必须得跟着我 吟诵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唱的是道瑞咪 学生唱的是道瑞咪 你就得鼓励他 你说好好好 太好了 你终于跟我唱的不一样了 这就说明你有你的底鞋 很好 你要问他为什么 为什么你这么唱 为什么你不唱道瑞咪 你唱道瑞咪 他要说为什么 你觉得他这个理解不对 你可以跟他交流 然后告诉他 不对 这个地方应该唱道瑞咪 往上扬 往下组 不好 他那个情绪不是那样的 你可以这么跟他说 但是你绝对不能说 我是道瑞咪 你就不能道瑞咪 那不行了 如果他唱道瑞咪 他说的很有道理 你就说好好好 有道理 那就有你的理解 要这样 反复引勇 情通古人 吟诵的过程 就是一个理解的过程 他反复的吟 反复的吟 早晚有一天 他会觉得他吟对了 那个时候 就是他对这个诗的理解 达到了那么一个层次 他到了这么一个境界了 所以他不断的修改 他的吟诵的过程 就是一个不断的 深化理解的过程 这就是学习的过程 所以古代的老师 为什么把学生叫来 吟三遍 下去吧 你下去吧 自己读去吧 为什么自己读 他在下巴 他就是在自学 在理解 我们现在的教学 是灌书式的 老师不灌 学生也不知道怎么办 是吧 那个就不用 他自己自然会修改 自然会这样 所以吟诵的过程 是一个理解的过程 再往后 那就是修身养性 吟诵将是一种快乐 应该说是学会了 一个一门意 是吧 就像是你会画画 会吹笛 会什么 反正你就像那个一样 你会了吟诵的话 就会很快乐 没事就 因为你唱的是你自己的歌 不是别人的 不是今天我唱王辉的 明天我唱周杰伦的 你说吧 你天天唱自己的歌 多好 很快乐 民众教学的价值 增加兴趣 活跃课堂 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是吧 你在课堂上老是讲 就像我现在这样 不停地讲 大家就只有低下头去 因为听不到歌声 尤其是听不到 你们自己唱的歌声 是吧 所以就没意思 民众就是这样的 他可以活跃课堂 帮助记忆 这是很明显的 我都很感谢吟诵 因为我这一代也是被耽误的一代 所以我是从大学才开始读这些古书的 你想想吧 那时候 后来就更不行了 背的东西不多 很少很少 比不上古代的六岁小孩 但是从吟诵之后 我背过了好多东西 其实自然就背过了 因为你唱歌 你想你 比如说你现在唱的这些歌 说你把歌词朗诵出来 背诵出来 你肯定背不出来 你背着背着得去想那歌 你唱着能唱出来 背背不出来 就是这样的 所以吟诵很明显的能帮助记忆 是吧 我们吟诵是不主张应试什么教育的 但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 是可以提高分数的 这是最明显的一点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目标 培养汉语的语感 就是吟诵才有汉语的语感 我们现在是用朗诵来培养汉语语感的 可是小孩子的朗诵 我经常听到是没有语感的朗诵 那个朗诵是什么 今天早晨天气很晴朗 蓝蓝的天上飘着一朵白云 是这样的吗 那应该是今天早晨天气很晴朗 蓝蓝的天上飘着一朵白云 是吧 它有轻有重有快有慢 但是现在大家的孩子们的朗诵 为什么都当当当当当当 因为这是西方的东西 朗诵就是这样的 吟诵非常注意语感节奏生韵 是吧 他吟诵的时候是橄榄性发音 生母韵母很清楚的 是吧 床 床前明月光 床是吃乌昂床 吟诵的时候 床就是吃乌昂 前前 他读的是拼音 床前明月光 光 他是这么念的 他不是光 他是歌汪 这样念 生韵调 轻重 是吧 床前明月光 所以床前明月光 再收回来 这就是语感 还有快慢 节奏是吧 清理四年春 腾自经 这首八灵军 这首八灵军 月明年 把节奏 把节奏 词汇 语法成分的划分 什么句调 重音 都告诉你了 所以 培养汉语语感 应该用吟诵 朗诵把很多东西抹平了 深化理解 深化理解的 对 我前面讲过了 我讲过那灯灌雀楼 大家就明白了 以前我们不从生韵角度分析 现在我们从生韵角度分析 就知道 我们的理解要深得多 他既然吟诵的话 他会理解更深的东西 激发个性创造力 五四时期以来 我们一直批评中国古代教育 说是抹杀个性的 压抑个性的 压抑孩子的天性的 我现在还听到好多这种论断 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污蔑 这是污蔑 哪有这么回事 哪有这么回事 当然不是说古代的教育都是好的 有很多不好的方面 有很多不好的时候和地点 有很多不好的教育 但是总的来说 它的核心的东西 它的主流的传统 不是压抑个性的 如果我们三千年都在压抑中国人的个性 中国人焉有盛唐 哪有宋元明清 哪有那么高的文化成就 一代一代的压抑个性下去 中国中华民族早就完蛋了 不是的 它是激发个性创造力 激发孩子的天性的 孩子喜欢什么 孩子就喜欢故事和韵律 就是这两个东西最吸引他 所以古人就这么教育他 就用故事去教育他 用韵律去教育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